词曲 李宗盛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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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网友 我們今天很榮幸 也很高興 跟謝老師談到很多 我們的生活圈子裡面 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我对文化大革命还蛮好奇的 因为我到大陆碰到过很多很多的艺术家 他们都经过文化大革命 有的是说他耽误了他的学业 或者是耽误了他很多事情 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整个的思想 也很美好的中国人 很优秀的我们中国人的思想 也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很多 那我想谢老师您经过文化大革命 我经历过 那我想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 这文化大革命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冲击 有什么样的冲击 这个文革整了十年时间 文革一共十年 对 从那个66年到76年 这个时间也正是我人生当中最精华的 从这个 您那时候 十四岁到二十四岁 那正是成长的阶段 对 正是成长的阶段 这个文化大革命来的也很突然 那时候我们都不理解 那时候的年轻人呢 就是意气风发 有冲力 那么那时候就是毛泽东嘛 有冲力但是很盲目 对 他不理解 不理解 对对对 只是响应那个 那时候我们叫毛泽西嘛 他的号召 这个文革呢 所谓文革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呢 就包括文学艺术这个领域 把旧的文化要改变 彻底要改变 那那个简体字是那个时候改变的吗 不 那个是很早 那个是 应该是五十年代末期 就已经改了 中末期 五十年代 可能五六年五七年就开始改了 那个和这个汉字简化没有关系 说的更详细点 我们后来理解呢 就是中央的权力斗争 牺牲了中华文化 对 这个中华文化呢 它是有很长的历史 几千年的历史 那么要把它给破除掉呢 那也是很费事的一件事 是是的确 但是那时候学生也很多 那个大家都热血沸腾 那个从最简单的讲起 那叫破四旧 什么叫四旧呢 旧思想 旧文化 旧风俗 旧行馆 旧习惯 四旧 也就是说所有的中国的文化 都给它盖一个名字 叫做封建主义 封建主义的东西都不允许存在 什么叫封建呢 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 都要把它破除掉 包括学校老的房子的门楼 那些古代的雕像 也要把它砸掉 包括有很多的收藏的 这些由古代文物的地方 都要把它砸掉 包括这些文物 包括那些书籍 凡是这些 只要一贴上封建主义的色彩 就把它砸掉了 像那些 比如说神话 神话的 像什么孙悟空 西游记等等这些 包括红楼梦 那些都是属于封建主义的糟粕 这种小说也要把它 通通都要毁掉 那留着什么呢 留下的只有革命两个字 这个革命 在这个运动当中 受害最深的就是那些文化人 也就是说从事艺术工作的人 其实艺术工作的人 是对社会最无害的一群 首先它是继承了传统文化 它是在自在发扬 但这些人都经过文革 都被洗礼掉了 有些人甚至于命都没有了 包括我的父亲 那时候就要上五七干校 五七是怎么回事 是毛泽东有个指示 5月7号发表的 就是让那些干部 要到农村去 要接受贫下种种的教育 要和那个农民在一起 那么就很多的干部 都要到农村去 那包括艺术工作的人 包括我父亲他们也一样 那都要到农村去 去种田 一个画家去种田 去喂猪 去挖水排水沟 等等 那我一定死定了 这个他们一辈子没有摸过农活 让他们去做 那很多人就挺不过去 最后就很多人就 到最后就这么走掉了 很可惜 好几个艺术家在我同学当中一生都忘不了 比如讲老舍 他是很有名的一代大师 他是个作家 他写了很多优秀的经典的杰作 一直流传到现在 这个人在文革当中自杀了 他受不了 受不了对他的迫害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也就是文化革命呢 最后看来它是一场浩劫 从精神上 从文化上给你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包括很多的人呢 就是在这个风浪当中就被卷走了 身边就没有了 这个是文革当中最大的一个损失 包括文化也受到了 十年很久 十年很久 一个人有几个十年 那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出生的孩子 他可能对这种 就觉得这就是很平常的事了 他这个时候出生 他一定不觉得有什么稀奇的 对 比我们再小的那些 就是文革出生的那些人 因为他不了解以前的历史 所以比较没那么太受 可能慢慢长大了 他会了解一些 但是毕竟我们是亲身经历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那那个时候的艺术家 比如画家 他们都画什么画 还是画画还是不画画 还是画些什么革命的画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父亲的老同学 也是张大千的弟弟 叫赫海峡 文革当中也要到大街上去 画那种革命题材的画 我父亲也要到大街上去 用那个红旗 写毛泽东语录 那时候所有画家都要去做这种 所谓革命的艺术工作 有些画家原来画油画的 那不画了 就画毛泽东像 要画得好看 一定要画得像 画得很好看 画不好看 反而得罪人了 对 也就是说把中国的传统艺术 整个给扭去了 那现在在大陆那些文革时候的作品 好像还蛮值钱的 通过文革这个浩劫 反而当年的艺术品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特定时代的艺术品 而且现在根本画不出那种 很难得 因为那种时代 是你抱着你当时那种心态 你创作出来的东西 现在你临摹也临摹不出来 现在在画 就是同样的人 他不是同样的心境 不是同样的环境 他也画不出那样子的 所以后来现在 现在价值标得很高 他有那个历史时代的背景 可是现在这些画 都比如说那个时候 比如说画这种 很多好像这都有新兴的 那个帽子上有新兴的那种革命画 后来这些作品都在 应该是不在这个艺术家的手上 都在什么 文革当中的东西 就是有一些 比较有代表性的画 留下来了 有很多东西 最后就不见了 因为大家对于那个东西 好像没有看重 也没有体现它什么价值 它是一个时代的潮流 随着这个潮流就也就没有了 我估计有很多当年创作的精品 后来都没有保存下来 有一些比较知名的 就像毛泽东去安苑 毛泽东去安苑那个油画 那个是保存下来 而且每次拍卖都创一个新的记录 这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想这些画在价钱再高 也不在这个艺术家自己的手里 我相信 应该对 应该是不是 因为现在在大陆我看 几乎都是画廊 就是画廊保存这些 现在随着这个拍卖 这个艺术物品收藏 陆陆续文革当中 有些东西都出来参加拍卖 那您呢 我看您的作品 都很好像对于这种小动物很喜欢 比如鱼啊草虫啊 喜欢动物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吗 还是说您那时候画这些东西 是不会惹到人家什么 不高兴的 还是您对这些鱼啊 是特别钟爱 这个绘画呢 我刚开始学的不是这些 就是书法开始 然后又开始学这个山水 就是临摩 画过一些人物 然后再转到这个花草鱼虫 这个鱼呢 也是一个姻缘巧合 那是我十几年前来台湾呢 就是有人就说 可以画两条鱼让我们看一看 说老实话那时候我还没画过鱼 我都不知道鱼怎么画 后来也参考一些其他画台画的鱼 我就试着画了 好像也不错 当然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磨练 我把我十几年以前的鱼拿出来 简直我不敢看了 完全不一样 那一定是有进步的 因为是大家好像比较喜欢 这个鱼本身是一种吉祥 台湾人喜欢 又是有鱼 年年有鱼 大家这么一喜欢呢 那我就开始多画了 相反呢 对于我这个鱼 这个探索 摸索 不断总结 创新 这是我这个阶段呢 也是由于大家喜欢 而就自己这个反复的磨练 现在终于就是说 能看到一些面目 但是我还是不满意 当然不满意的时候 是我们这个画画的人 基本的态度嘛 一定不要不满意 不满意才会进步 如果太满意了 也就进步不了了 是不是 那我看您的鱼 您的鱼都是一个圆形的表现 大部分都是圆形表现 因为这个鱼呢 把它放在案板上 它是平摆的 在水里 我感觉这鱼 好像除了睡觉以外 它都在动 这个动呢 它就有一种角度 特别是咱们这个易经啊 太极 太极是圆的 这个循环 那么我画的鱼呢 基本就是以动态为主 你画的鱼要活 那么也要把它动态描绘出来 也是经过自己多年的观察 自己在不断地总结 再加上这个鱼呢 我认为是 当我心情很好的时候 我就感觉鱼也很亲切 我非要把它画出来不可 那您有没有跟鱼真正接触过 那是我在十年以前呢 我是住在故宫对面 地形街 故宫对面 我的隔壁就是卫琴学校 故宫旁边有个智善园 那是我每天早上到那里去运动 那个鱼是我一生当中 见过最好的鲸鱼 锦鲤 而且又大又漂亮 最大的我估计应该有 二十公斤以上 一米多长 鱼还很有感情 鱼跟人可以培养出很好的感觉 有时候撒一些鱼石 它马上全都聚用过来 而且鱼 我接触过鱼 我觉得那个鱼 它跟人能够有 很深很深的情感 那个是我们 我真正没有想到的 那我们等一下呢 我很感谢您 说了这么多的 我们都不知道的东西 那还要感谢您 现在画鱼不画人 那画人 我们都没饭吃了 那我等一下 我们能不能 劳驾您 给我们会示范 一边示范 一边给我们讲解一下 没问题 那是我们的 这个网友的福气 我们真的很 不好意思啊 要劳定您了 好 我们这段时间 先休息一下 好 谢谢您 谢谢 谢谢